阿翔 佛琪 詞曲 曲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然後我們這次的活動福體就是 Love Back 大老師 Love Back 我們的想要的訴求 除了就是我們就是想要把愛 然後回歸給你就是地球 所以我們取就是 Love Back 這樣子的名字 然後樂福就是我們想要找樂於福 就是服務的人 那我們這次的主打就是旅遊 就是幸福跟公益可以一次達成 那為什麼會做這樣子的活動呢 就是要講一下我們的故事緣遊囉 那我們這次的合作的廠商就是我們的 Winom 20 然後律動國際企業 然後就是我們的業主跟他老婆 就是JJ跟李玲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在台北相遇 然後相連 然後從台北然後到綠島去打聘 那為什麼要去綠島打聘 因為有一次JJ他去綠島旅遊的時候 發現其實綠島非常多的機車 然後他們那些機車其實都是從 就是台灣不要的那種二手機車 這樣過去 所以他覺得說綠島其實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那竟然被這樣子的就是其實廢棄啊 然後給污染 所以他決定就是說他想要他們就是想要一起來 就是綠島這邊 然後實踐就是一種綠色環保 以及就是體驗性旅遊再加上質感 完全這樣子的綠色樂活的旅行旅行旅行 那所以他們這次在就是綠島那邊 他們就創了他們自己的品牌 就是律動國際 那五他們就是在地 除了就是幫助他們在地的一個環境的推廣之外 也同時的就是想要去提供更多年輕人的一些工作機會 並且去去協助他們的校園去推廣那種綠色教育的服務 然後他們就是在地呢 他們有推廣他們的綠色低碳的一個電動腳踏車 然後同時他們就是推廣他們的低碳旅遊 所以他們今年的民宿叫做綠野先鬆 然後他們今年是五月二十號就開張了 所以我們就是跟我們TBSA一起來做一個合作 那我們TBSA的那個從此企劃會設施從全國 我就實際所就是大專院校選出來的一群就是學生 我們總共有九個學生 然後我是我們的小組的一個組長 然後我們就是想要就是跟很多我們自己的一起合作的夥伴 然後一些網路平台然後推行就是這樣子的綠色的一個環保的一種概念 然後也同時的就是去推廣人文的動物保育 那說到就是人文動物保育 其實近年來很多就是媒體就是說 有報導說其實在綠島幾居屑市沒有家可以住的 那就是他們只能住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種塑膠殼 或是這種玻璃品啊 然後還有一些塑膠蓋 因為他們就是就是我們去綠島的人 就是有些觀光客我們可能隨手就拿了就是被殼 然後拿回家做紀念 其實這樣其實讓他們就是無家可以住 沒有家可以住 他們只好住人類的廢棄物 所以我們想要就是去一起就是就是 這號招之全國的大眾一起來幫我們做木殼計畫 然後透過這次的一個寄居蟹安居的活動 然後來幫助就是寄居蟹找家 那我們這次的活動就是我剛剛講的 樂福的貝殼蟹 love bag 我們這次想要就是找16位樂於服務的一個大使 跟我們一起去綠島就是體驗就是這種低碳生活旅遊 然後一起就是在旅遊當中 然後幫助寄居蟹找家 那我們這次的報名活動日期是四月七號到下禮拜五 就是還有就是六天大家可以趕快去報名 那我們活動日期在七月份的四個週末 就是我們總共有四個題詞 那我們的整個活動特色就是有早上巡報 我們會騎著就是電動腳踏車 然後去每個景點 然後我們有設計一些小活動 讓大家去就是認識不同的朋友 然後不是但是說地區一個人去旅行 或是說一群好友去旅行 而是可以認識到更多的人 那我們晚上有到我們的去場嘉年華 我們有我們的Party 然後我們還有一起玩玩去跟樂活旅行 就是我們一般除了去綠島流 我們可以去膚淺 然後可以去衛雪梅花路 或是去泡溫泉之外 我們有自己設計 我們自己民宿獨特的一些活動 那我們的這群資格只要就是18歲以上 18歲都可以報名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趕快報名 那我們的就是獎項就是如果 就是你當上的大使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帶你的朋友來 然後我們會招待你兩天一夜的旅遊 那這是我們的七大合作夥伴 就是剛剛Edward講到他們的Loping Heart 還有謝謝注意全台鋪口計畫 還有Quitch一起玩 平旅遊 愛樂活還有綠島購琪琪 然後還有我們的一起support 那就是這邊是以下就是我們要QA 然後我們就是先幫大家想完兩個QA 因為這是我們最近收到一些報名 然後會有很多人的一些疑惑 第一個就是怎麼報名成為大使呢 就是只要跟你想要做公益合照 然後就說這邊就是我 然後這次就寫板子就可以 不一定要關於寄居寫也可以 就你直接要選 譬如說我想要服務 就是老太太過100次馬路都可以 然後只要寫100次的介紹我們 然後沒有到我們的信箱 然後前前完我們Google的報名表 然後我們4月21號就是管理員會同意上 可能是我們綠島旅遊去Groom520的大使競賽相簿 然後大家就是只要用力分享就是獲得讚 然後最高的人就是我們前16位就可以來到綠島的旅遊 來旅遊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就是 可不可以有些人就是都沒有啦 我喜歡freehouse 我這樣擁抱人群也可以 然後剛剛講的服務100次就是 老人過馬路或是到我們偏鄉來當老師去教小朋友 那就是 這是我的FB 然後還有我的電話跟email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就是跟我聯絡 然後我們綠島旅遊 就是我們綠島旅遊 就是我們綠島旅遊的粉絲專業的一個QR Code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現在直接掃 然後就可以知道我們的相關的更多的訊息 然後不知道有沒有現場有人有想問問題的嗎 好 等一下請下問題 好 好 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就是對我的演員 因為焦點認識我的朋友可以稍微回顧一下 我在去年11月參加Star Weekend 然後12月回來焦點做一個實體的群眾目標 所以我要非常感謝各位 那我那時候承諾大家好現在才能做到 所以現場有拿Android的朋友可以舉個掃 好 好今天你們舉手呢 我們AppLoggingHeart Free App可以馬上幫我到Google Play可以download 然後iPhone的我這個月在開發啦 所以到時候這個月你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iPhone的也可以讓你下載 那當初你有在跟我們填資料 我都有寄電子報給你們報告 那如果你有選各種實體方案 記得在跟我做一個Check 那我要介紹大家的網址是 幫我也要上方 是一個 TW.LoggingHeart App.com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個的網站 所以我現在會滑身是你們可以用手機去看 那我幫我介紹到這個下面 下面 好這邊就好 OK我們LoggingHeart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解決 呃大家人與人之間的冷漠 我們除了捐錢以外 還有很多事情去幫助別人 所以像我們這次跟綠島旅遊合作就是這種概念 大家 我們會推出友善行動卡 也許你可以補到他的郭姐 我可以把你申請當卡片這樣 沒有沒有 那你參與這個事情 然後有一個有在想要來 你上面選你喜歡的做的事情去做 那你回來App裡面來分享溫暖人心的故事 然後溫暖人心的故事之後 可以帶出你的更多人家給你回饋 給你鼓勵帶出你的真相能量的累積這樣子 那我在做這樣的App的理念就是說 我們自己老名好跳出來 想號召大家離開手機 去幫助到別人 把溫暖人心帶回到你手機裡面 把溫暖人心帶出來 解決那個第一手圖的那種狀況 那我們現在也提供一種畢業的合作 像我們現在跟很多的單位在談 那綠島旅遊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就是說 我們會幫他有獨特的綠島的專業 然後我們幫他儲當他們的這些 從這個月開始到之後 七月各種的友善行動卡 那大家藉由這些卡片裡面去瞭解 他們在推出的理念 瞭解說為什麼要低碳 為什麼要做供應 這樣的旅遊跟我們過去 聽到看到消價競爭的旅遊的差別在哪裡 那你藉由的過程去參與 你能去學習 然後之後把你的故事分享回來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種範例 那我覺得這也是回到我們過去我在交點主持 一直跟大家講的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幫助彼此 有時候不是只是金錢的以外 你有各種能力互相幫忙 然後我們做一個互相聯盟 然後一起做一起把大家的夢想把它做出來 那這是我最後的部分 那我就希望今天 今天你們參加交點台北 你們覺得有什麼溫暖人心的部分 你們下載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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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人的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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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